然後後面有我們兩個同事這樣子 然後之前的研究是比較偏向表演藝術評論跟藝術評論跟策展為主 然後但是現在因為接觸到新住民跟移工部分 我比較concern的部分其實是移民工怎麼從事自己自發性的文化活動 像我明天要去竹北有一個其實菲律賓移工大概十幾二十個全部都藝術家 菲律賓移工然後他們全部都是model會自己走秀 他們已經辦了第五年的走秀了 所以在竹北 然後每個都是攝影家每個都是搞設計什麼都可以 所以他們變成有一個組織就他們有一些就他們是做行銷 有一些人是做組織有些人是做攝影有些人是做model訓練 所以我很想知道就是這樣的移工自發性的一些文化活動 在台灣的可能性 對因為其實現在大家看到節慶幾乎都政府在主導 你穿國服吃河粉還有什麼 差不多 所以由移工來思考自己的文化需求是什麼 我覺得是我們現在我可以透過我現在的 不能說專訪就是興趣去關注說他們到底 怎麼去思考自己的文化部分 好那大概介紹一下就是其實進入東南亞這個場域 其實從08年我是到南語去當兵 然後開始接觸到其實一些印尼漁工 然後去接觸達悟語的時候很深的感觸就是 他們跟菲律賓語太像 你在那邊達悟這個詞你在達悟還是人 而且你到南語你如果讀他們的達悟的地名的話 例如說如果大家有去過像野營 野油這些名字 他們翻譯成達悟語 例如說野營部落他叫伊巴里怒 伊巴里怒注意 我要大家注意第一個音 野油的話叫亞油 亞油 朗島叫伊拉拉帶 然後紅頭叫伊拉拉 第一個字都是伊 第一個音都是伊 然後你在看菲律賓的比較北方的一些地方 伊富高 伊巴當 還是有一個伊 伊的意思就是說在什麼地方 講個簡單的例子 野營部落在蘭嶼的東邊 伊巴里怒就是當時候蘭嶼人 達悟人到了蘭嶼之後 他們登陸的地方 因為他們覺得那裡長滿了馬安腾 覺得他們是靠著這種地形的概念去認識地方 所以伊巴里怒這個詞叫在馬安腾 安腾的旁邊 對 可是這種地名其實在菲律賓到處都有 然後其實你會覺得說 Tagaro跟達悟族的語言其實是相同的 對 然後你在接觸說達悟的神話 他們就一巴彈到巴丹島 巴丹島 菲律賓巴丹島到蘭嶼底下 他們以前的人相信說 以前有一個地下隧道 所以他們祖先是可以從那邊過來 然後我有一個紅頭朋友 簡單的故事 他們前幾年去巴丹島尋根 然後他們在巴丹島的某一間店裡面 發現一張很大的壁畫 然後那個壁畫其實就是分 大概1716多少年然後發生什麼事 他們就會畫壁畫 可是有一個東西不見了 15多少年不見了 那一段壁畫是空白的 然後我們就討論為什麼 其實就在想說 是不是西班牙人進去了 因為在早期 可能他們畫一多少年的時候 一一多少一二多少年 都還有平板舟 在巴丹島他們的壁畫裡面 都還有那個平板舟 可是到15多少年 那平板舟的形象不見了 然後大家就開始 這群到巴丹島尋根的達悟人 就開始為什麼會這樣子 還好藍嶼保留現在的平板舟 而且甚至是我可以說是 藍嶼人發現的綠島 因為他們以前都要養一養 現在還是在牧羊 所以他們都會把羊放到那個 平板舟然後把它載到綠島 然後去放羊 所以這是幾百年前的事情 所以其實以前我們要認識台灣歷史 其實必須要從這樣的 一個海洋的思維來看 那等一下我會介紹說 像蘇拉威脅馬卡薩其實在 300多年前就跟台灣有大量接觸 在荷蘭時期 那我等一下也會講這些故事 然後去年開始 進入四方報之後 就也是能夠 又同時在桃園做社區營造的關係 所以比較在從事說 在社區藝術界能不能把新住民 或移工的文化放進去 所以去年在做幸福歲月 來自東南亞的生育 其實龍潭有一個村莊很多印尼客家人 然後我們就跟著裡面的新二代 我們就一起合作 然後我們設了一個 一個日本宿舍裡面的展 然後我們把它打造成一個印尼客廳 就是那個新二代去回憶他家裡的樣子 所以我們也做這樣子 然後也做了那個 那個桃園後站東南亞社區藝術界 那今年還是有一些活動在發展 那今年 比較是以著處的藝術家 回到自己的工作 但是其實在主委也是幫忙做一起 關於新住民社區報 對 然後大概是這幾年的一個經歷 OK 這不用看不用看 好 好 那我建議說 等一下我講的東西 其實你們可以打開Outside的書 因為我在那邊就是即時發報導 在那邊發生首次 我就即時發一些文章這樣 所以 如果我講了有些不周全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文書 因為時間不多 好了 我們要去打爆 打爆這個地方 很有趣 剛剛我又講說杜特帝總統 在這裡當了22年市長 因為 這是 真的是一個零犯罪律的地方 因為我到瑪伊亞第一天就被搶了兩次 然後到打爆其實 兩個禮拜完全沒有被搶 而且大家都很核心 你們東西可以搶 呵呵呵 而且消費 消費真的很低 覺得你們可以搭輸物盤空就可以到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禁煙城市 街上完全看不到一個年底 是很可怕 對 就是 可是可以抽煙啊 你要躲起來抽 而且讓你會覺得有罪惡感 對 他在那邊當22年市長 現在說現在 大家覺得他 打爆的人 明達賴的人 覺得他做得太好 所以把他送到中央嗎 然後他現在的市長是他女兒 所以還是杜特帝 OK好 那出發菲律賓之前 我先講一下我們為什麼要先選這三個地方 我剛剛有講說這三個地方是離首都最偏遠的 而且 就像你可能是一個台北的藝術圈 可能你完全不知道都來 那個台東的大武鄉裡面有什麼藝術家在活動一樣 就是他的相對位置是不知道 所以其實這一趟我們透過很多移工朋友跟新主美朋友幫我們建構一些基本知識 讓我們知道說這些地方可能會出現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這樣子 然後也請他們幫我們尋找一些飯店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次計畫 我覺得我們這一組比較 跟其他組藝術單位比較在做不一樣的事情 我們不是在做藝術單位對藝術單位的交流 我們不是畫廊對畫廊 我們不是博物館對博物館 而是說 我們真的想要去在地去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其實我們一開始我們先聯繫是 明達娜的一個獨立記者 然後請他幫我們發信給 他認識所有的一些藝術家或一些art space的人 那其實他這封信其實就轉寄給不同身份的人 包括說廠家、大學教授、文化行動者、跨性的行動者、媒體記者、時尚設計師、空間負責人 那其實他發出去第二天我們那個信就一直回來 就說要去哪裡要去哪裡這樣子 所以大概我們台灣在思考社群藝術或社區藝術的時候 其實透過他這封信已經幫我們打了底 因為絕對不是跟台灣想的一樣 因為明達娜的環境實在是太複雜了 所以到處應該這麼講 台灣很喜歡講藝術進入社區 可是他們沒有辦法沒有辦法有這種環境 因為他們必須處理難民的議題 他們必須要處理什麼議題 藝術是通常是可以帶著農業耕種或法律知識一起進入社區的 所以那邊的藝術家其實是 能夠生產更多的知識給一些例如說難民 破千的難民這樣子 對 好 先去第一個地方 到了達報 機場之後一定會有一個 榴槤在等著你們 榴槤在當地很平 大概台幣60塊左右 然後很鮮美這樣 明達娜有三個寶物 第一個是榴槤 第二個是蘭花 第三個是菲律賓老鷹 第三個 第四個不用講就是戰亂 對 那 要給大家第一印象其實是 這樣一個超級巨大的公共療所 等一下我會講到 我們去拜訪庫布萊這個藝術家 庫布萊的名字叫呼必烈 對大家都知道這是他的筆 他的藝名 然後他是從事 打爆所有城市公共藝術 最重要的一個人 他本身是一個建築師 是一個藝術家 然後也是整個包工程的人 然後我們也有機會去拜訪他 所以其實你看到裡面 榴槤裡面還是在講求一種 跨族群或者說 有穆斯林有基督徒有什麼 其實他們在想像的公共性 其實是讓明達那的人 可以跨宗教 可以跨族群的共生 他們的公共藝術的想像是 你能不能透過一個公共藝術 去做一個大家看懂的東西 對於台灣來說這不太可能 對 可是在明達那 因為他們都必須要面對 因為附近的村莊有人被殺 甚至我們去的時候前一個月 有兩三個原住民領袖 直接在街上被幹掉 一直有這樣的事情 甚至我們離開之後兩個禮拜 我們住了飯店附近 然後這邊就發生一個爆炸 那你不是說打爆滿好的嗎 就是其實它 要製造一種 所謂的 我覺得是一種很極端的和平 可是底下的浮流是很多 我要去一個 可能是菲律賓最高的火車 其實 從打爆搭車過去就要五個小時 然後我就先查 那邊有什麼 我已經看到新聞 那邊有新人民軍 前天被幹掉這樣子 就想說好不好 因為是我們第一站 我還是不要冒險好了 而且又是團長 好像不適合冒險 眾和平的意象又出現了 又是庫格萊做的 這是 打爆第一間天主教教堂 為什麼我要標誌49世紀後期 這個教堂 左邊這個教堂是1860年代蓋的 明達那爾的人很自豪一件事 就是他們完全不屑馬尼拉這一套 所謂不屑馬尼拉這一套 就是說 你們馬尼拉這邊 五百年前就已經被西班牙人攻陷 他們是守到1860年代 而且是當地的部落 部落的一些英雄 而且是穆斯林 因為都還是有拿都這個稱號 一些部落英雄 守到1860年代 西班牙人才勉強進入了 明達那爾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在接觸到這些藝術家 或者說策展人 或者說學員的人來說 他們為什麼要成立明達那爾大學美術系 其實就是要保存明達那爾的文化 明達那爾文化是什麼 我還是無法知道 可是他們就知道說 他們要保存這個東西 他們不屑你是菲律賓還是什麼 因為美術是他們 在他們思考裡面是可以 藝術是可以保護下一些東西 那這個東西可以先讓大家有一個底 就是他們就說 蛤你們為什麼要去馬尼啊 就留在達報就好了 就有一種非常不屑的一種態度在裡面 好 這是裡面的彌撒 這是達報示意廳 所以語言都還是以那個 比賽亞 也不是塔格羅 他們不屑講塔格羅 因為中部是以術物語 然後南部是以比賽亞 而且比賽亞又有跟馬來語 馬來語跟印尼語有些混 有些在歷史上 所以他們 嗯 真的很不屑這樣 塔格羅 然後這是世音廳 也是西班牙殖民時期 大概也是十九世紀末蓋的 然後這個雕塑也是庫布萊做的 象徵著和平 就是他們公共藝術的意象 好 這是在外面的街上 所以你看起來都沒什麼事啊 真的沒什麼事 真的不像馬尼拉 街上就這樣子 三個主要特徵嘛 第一個是Joliby Joliby就是菲律賓最有名的那個素食餐 然後第二個就是小店 小店不用講 還有這些車子 第三個就是 Pongshop 我有這個 到處都有當庫 然後我就想說為什麼到處都有當庫 然後這邊擺思不得其解 然後慢慢想通 因為大家都會出去當義工 我會使用你的那個系列匯款 蛤 什麼東西 另外那個黃色的 黃色的標誌系列匯款 對啊 所以 大家出去的機會很多 然後我甚至在搭一台計程車的時候 然後 那個司機知道我們是台灣人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老婆 現在在台中嗎 我總是要去高雄 然後我就想說 你一個打抱的人都 對我們的 城市地名都比我們還了解這樣子 所以是一件很有趣的 就是我們對他們是不了解 可是他們 很常對我們是了解 所以不用這樣講 所以 講 台灣是哪裡 他們覺得不會太陌生 因為他們身邊就很多人其實在台灣這樣子 然後 明達那爾地區 雖然說在五六零年代 開始大量 菲律賓化 菲律賓化就是 讓中北部的基督教徒 跟天主教徒 一直移進來 但也 產生很多宗教的一些問題 等一下 我大概談一下 但是也保留了很多的 穆斯林區 那通常他們 會聚集在這樣的一個 一些傳統市場 當然大家現在看起來都還是相安無事 因為杜特地總統還是覺得 讓各 各族各宗教可以和平相處比較重要 不然他就玩不下去了 好 我們在走路的時候逛到一個東西 這跟台灣做公共藝術是不太像的 剛剛我有講說1860年有一個 部落的英雄 然後一直打敗西班牙人 那種西班牙人很 很很生氣這樣 可是最後 因為兵力有限 所以最後 這個英雄也被擊敗了 他的後代現在還在 還找到 杜特地執政的時期 想要讓這樣的一個公共藝術的 雕像被一個出現 可是 會大家就會開始有一些爭議啊 就是以前西班牙人說這個 是一個海盜 所以他一直沒有辦法讓西班牙人登陸 就會去 在西班牙殖民時期 就一直 跟美國殖民時期 會一直去污名化他 可是其實 你如果 身為一個市長 你要讓宗教或種族可以和解的話 你還是必須為他做一個像 那因為他本身又是穆斯林 但是他必須 要在明達納爾的歷史上 重新被討論 因為他是守住明達納爾的最重要的人 所以這樣一個肖像 他會一直出現 而且一直公開 覺得都特地可以不用管 打爆市民在想什麼 他就直接讓 讓大家知道 我們這裡就是要做一個 打獨把勾的肖像在這裡 然後其實他也反映說 透過政府施政的方案 他其實要讓 第一 也是試著要讓宗教和解的方式 然後第一個也是 跟台灣比較不一樣的是 他會直接告訴你 我們只要再蓋一個打獨把勾的一個肖像 他不會去隱藏說 他不會去隱藏說 我們那個 招標公 這有在錄音 招標公 到底想做什麼 他不會去隱藏 他會直接 認為說 既然是醫術是公共 那為什麼不要一開始就讓他公開 而且讓他產生討論 所以說 政府能夠 改變的心意 也不知道有多少 好 8月以我們團圓 有說的一句 我覺得很精準的話 8月的時候 台灣正是以東南亞成為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因為大家開始玩Pokemon 但是 我們那時候回來看 北投公園 哇 全部都已經擠爆了 然後我在去看 黎岔公園 上面有一個黎岔 黎岔的肖像 然後 大家還是在做自己的事情 就完全不會被手機影響 而且他們手機 很重要的都是台灣做的 然後就 喔 我知道你們台灣 因為你們台灣的手 Nokia很有名 因為我們現在都在這裡都要用Nokia 他們的Nokia 那種功能性手機是可以插雙顯卡 然後是可以上臉書這樣子 所以到處都在賣這種手機 然後就是 大家 不會狂熱於Pokemon 對就是 還是 還是有這種 集體 集體在馬殺基 這邊有點暗 然後集 而且 集體在排舞 然後我就去看他們在排舞 他們就拿棍子在打 做武術 然後我就看 而且那是 跟剛剛那個英雄有關 是他們在做一個 部落之舞 而且在打西班牙的那種舞蹈 覺得他們有類似那種 我們台灣的戲曲的那種戲證 有那種證法 然後其實 在做一種 對抗殖民者的一種 一種舞步這樣子 然後 八月到九月 也有一件事情很有名 就是 菲律賓吵得 沸沸揚揚 就是 馬可寺的遺體 到底 那能不能進去 中列詞 但是你如果看 菲律賓的歷史 我不要講菲律賓的歷史 你如果看明達娜的歷史 他們是把馬可寺 最激烈的地方 而且 一直都有一些革命軍 這樣子 一直要打馬可寺 所以 當 這件事情 發生之後 然後我 一些 在地的朋友就說 你們要不要來參與行動 我就想說 有點危險 才踩第一站 然後我就看他們臉書 已經在PO這些 他們在 象徵和平的 雕塑底下 在反馬可寺 對 那其實就是 明達娜重要的歷史一部分 就 他們 極力反對馬可寺的部分 這部分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 去看 這方面的東西 OK 我們 在那邊主要 拜訪三種藝術家 第一種是 學院藝術家 那第二種是 長家型的藝術家 第三種是 獨立藝術家 剛剛大家 有幾個 如果馬可寺 反對行動其實是 這樣的一個是藝術家 而且裡面 也還有跨線別的藝術家 這樣子 那長家型藝術家 我們有認識到一個 經營一個藝術空間 然後它其實是 菲律賓南方 有一座城市 叫聖托斯將軍室 聖托斯 General Santos City 這個經營畫廊的 藝術家 本身是 將軍的後代 在 東南亞很多經營 藝術空間的人 要記得這件事情 很多都是軍方的後代 例如說你在緬甸 還沒改革開放之前 唯一一間 獨立的空間 其實也跟 那個軍政府有關 然後你如果到 越南的 西貢的 Zero Station 那個 軟爐會常來台灣 來關注美術物館 他其實 他爸爸也是 越戰英雄 越戰時期的英雄 所以他們 有一種就是 將軍或英雄後代 通常可以搞得起 藝術 對 因為你有 你有權利 你有誰權 對 所以 也有這樣的人 那當然 這也是一種 歌頌杜特利 最大的一個地方 所以很多藝術家 都會追 在捧杜特利 也有這樣的一個 狀況 好 帶大家去看 庫布萊的工作室 是一個 還好這在中文 不是卡格拉雲 是有點浮誇的地方 呵呵呵 好 這是他的工作室一角 就是 你們會剛剛 會看到其實這個東西 剛在市政廳前面有發現 然後卡里奈爾其實是 迪沙洋語 就是和平的意思 所以就是這間作品的意思 這是他家後面 很多 很多他說 他的 呃 鄰居在幫忙 那我在想是有 聘估關係這樣子 在幫忙 燒一些木材這樣子 他的工作室本身就是畫啦 所以他會修很多 明達那在地的藝術家 通常是學院的一些藝術家的一些作品 然後 因為他自己算是把整個 打爆的公共 空間的 呃 雕塑 公共雕塑把它包下來 一個最重要的 所以 他也想辦法再用他的權力 在support 年輕的藝術家 因為 會有一個狀況就是 例如說你是在一個 台灣 一個偏鄉 的一個 比較遠的 離首都比較遠的地方 在念大 念美術系的時候 你當然會想說 我是不是要去台北去求學 我會不會想去馬尼拉求學 很有可能 而且通常去了就不會再回來 所以他 庫布拉在做一件事 除了他收藏之外 他其實想要用他的基金 把一些 年輕人留下來 讓他們覺得說 在明達納爾做藝術是有可能的 因為明達納爾大學只有五年歷史 只有大學部 所以大家很容易就留下 所以 他想辦法 要透過他公共藝術的實踐方面 去把 一些藝術 年輕人藝術家 不要讓他們變成 藝術移工 就像我們這樣子 所以 到處都是有他的收藏 然後 這個很小隻就 庫布拉本 看起來皮皮的 這一隻 但是西部都是他做的 然後這是 我們拜訪了一個 明達納爾的一個老師 明達納爾大學老師 他設計一個 彎形的一個建築 就是他家 然後我就說 你為什麼要設計一個彎形 然後他就說 我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 可是我認為 伊斯蘭文化應該要在這裡被保住 所以他 在設計建築的時候 他是把 布斯林的那個 心悅 對那個造型 把它用在他建築 對 然後也是 我們在那邊看到很多 明達納爾的一些作品 你會看到說 跟馬尼拉在追求那種 當代藝術或國際藝術的方式不太一樣 就 他們想辦法要把 原住民的東西保留下來 因為原住民在當地 是一個非常大的物件 好 再讓大家看多一點 他牆壁就寫 庫布拉自己寫詩在上面 這種其實也是庫布拉做的 他覺得這是可以符合 明達納爾文化的一部分 因為這種東西是用 明達納爾在山上的紅土 紅色的土 去做一種材料 然後再去結合說 當地原住民一些圖特 所以這些畫你在首度圈 你也是看不到 就是他們想辦法也是 想要透過藝術來做一些 讓可以讓更多人去知道的一些事情 所以其實大家會看到為什麼 等一下會看到大量的東西都是有土色系 因為他們在思考說 土的顏色到底是什麼 因為可能在 你在馬里亞已經無法思考這裡 所以你在這裡是可以思考 這張土色系又出現 而且大量出現 一些符號部分 這些全部都 他們想要透過這樣的繪畫去 讓更多人認識明達納爾 到底是什麼樣子 這種圖特也一直出現在他的工作室 例如說這是明達納爾的蕨類 植物 然後他覺得說 這就是我們自己 我們跟其他地方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們 我去把明達納爾 會出現植物的形象 把他做在他的建築裡面 好 這個東西 剛剛我有講明達納爾三寶 其中有一個寶是蘭花 庫布拉也是 大量在做這種蘭花的 因為 第一個這很好貌 因為他本身太有名了 他是 菲律賓第一個進入教廷 做菲律賓人肖像的 藝術家 而且那些肖像是跟宗教有關 是聖母還是什麼之類 他是被教廷邀請過去的 所以 其實他有這麼多文化資本 象徵資本 讓他可以去做很多事情 而且他底下也養一群 藝術家 因為藝術家通常在當地是沒錢 然後他可以讓藝術家幫忙畫一些東西 他可能負責構圖 然後說我這裡要什麼顏色 這裡要什麼顏色 然後他公班就可以去幫忙 所以他的一面牆壁通常都把畫布弄好 然後人就走了 因為他構圖已經構好了 所以他不用再動 他可以去做別的事情 所以他是一種量產藝術的一個概念 然後那天我們拜訪庫布萊之後 他就問我 你們要不要去認識一個藝術家 我們就 好 反正都來 而且也是他開名車載我們這樣子 然後 然後他就 好 那我們就有一群人 跟明達娜的一些教授一起過去 然後我們走進去 在棺材裡面 所以他就說 朋友我會有帶台灣朋友來認識你 然後那個棺材上面有一張 那個藝術家的一個畫 然後其實他說 明達娜的餓死的藝術家太多了 就是其實說 像這樣一個 躺在裡面 我不忍心去拍 就是 他寧可 這樣一個藝術家 他寧可自己留下來 在家裡耕種 然後 永遠得不到政府補助 然後 還是 決定要自己為藝術而奉獻 這樣子 結果已經先走一步 所以 他也是透過這樣的故事 再告訴我們 其實 明達娜的 藝術環境 並沒有那麼友善 必須想辦法去保留一些東西下來 然後我們當然就進去 然後跟他打招呼這樣子 臉還是很新鮮的那一種 所以是 剛過世 大概兩三天而已 對 對 所以 我們接觸藝術家 永遠也可以接觸死亡 這件事情 就不用 我們不用在畫廊見面 我們直接在棺材裡面見面 這樣子 庫布拉其實在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一開始我會覺得 是不是你在做一個孤民釣運 你覺得 是不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 但是 我慢慢對他 雖然說 這麼有錢 這麼臭屁 都一次講說自己賺幾百萬這樣子 這麼臭屁 OK好 但是OK你還是有為社區做一件事情 他再推的是 孤兒院裡面公共藝術計畫 當我 從我飯店要搭去這個孤兒院 因為實在是太遠了 然後 我就想說 到底在哪 反正我弟子交給Taxi去看 然後他就載我過去 然後Taxi也第一次知道這個地方 然後他就轉頭過來對我比了一個讚 然後我以為我是拿一千塊 然後再Pixel給他 然後忘記找錢 其實才一百塊而已這樣子 然後 然後發現 欸不對他應該是在比這個孤兒院 一個外國人去那邊幹嘛這樣 然後 他們 邀我去的那一天 其實他們在為孤兒院裡面的一些 孤兒院裡面的一些 他們不叫孤兒 他們說 被忽略的孩子 有些可能是因為家暴 然後有些是因為怎樣 不代表是 他一定是孤兒 而是說 有一個可以讓小朋友去 生活一個地方 所以他們也在思考說 藝術能不能進入孤兒院去做這樣一個事情 所以 庫布萊找了幾個藝術家 就讓 小朋友去做啊 然後 讓明達娜的大學老師去幫忙教 有些負責教法畫 讓他們去做 自己印自己的T恤 然後 有時候你會看到 欸 就是他們一起生產畫 然後有些人 去生產一些東西 大概60 40幾個到60個左右 然後我就問庫布萊說 你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他們說 呃 我希望我們的藝術 在明達娜的藝術 可以給人家希望 雖然說 他們的畫 呃 已經在馬利亞的展過 而且已經 準備要去巴黎展 現在透過他的資源 就可以到巴黎展 他希望讓他的孩子覺得說 生活下去是有夢想的 雖然我 我不見得要認同說 他為什麼一定要去巴黎展 展他的作品展 展這些小朋友的作品 那我覺得 嗯 讓孩子有夢想 OK 那他算是從2003到今年一直 有進去孤兒院在幫他 雖然說他平常 做很多案子 可是他一定會 找時間 都會過去 我覺得 我在某幾張畫 看到他2013年的一些 資料這樣子 所以 我開始有一些 對他感慨這樣子 在上課教室 很有趣的就是 老師還會幫忙操刀這樣 黃色衣服這是 明達娜的大學老師 然後當然你衣服 做完反的話 你就要晾乾 所以大家會跑出來 這樣子 對 然後大概 你會看到為什麼 大家色彩都長得一樣 其實第一個是 老師操刀 老師有幫忙 土土改改一些一次 然後第二個是 他想要讓 明達娜的這種風格的 顏色跟信念 不要讓大家認為說 明達娜的色彩 已經充滿戰爭的 能夠給人家希望 其實 他們也是希望 透過繪畫 來表示這樣 的事情 好 所以我大概小結一下 剛剛講的藝術家 其實第一個 是公共藝術的實踐部分 其實在城市雕塑裡面 他們希望說明達娜的和平 宗教和解 是可以可以呈現的 第二個是 因為我剛剛有講到 明達娜的大學美術系列 狀況 那現在只有大學部 那他希望說 因為他接了很多 打爆 或整個明達娜的很多公共藝術 他希望讓學生的作品 可以留下來 然後 留下來之後 可以 學生 對於 在明達娜的生活 是有自信的 就他們不一定要去 麻煩他這樣子 所以 他可以 床中獲得一些 生活基金還是這樣子 第三個其實就是 宗教情緩的部分 那等一下 帶大家去 印尼或馬來西亞看的 公共藝術不見得長 那樣子 因為他們還是有一個 宗教情 在明達娜還是有一定的 宗教情緩在裡面 第三類我要講的是 文化行動者 那我們拜訪的是 一個叫 莉亞的一個 莉亞這個人 他的經歷很有趣 他在香港念社裡 那他自己的碩士論文 也是寫 港澳的移工 所以我們有一些話題是可以聊的 那他回來他的家鄉 去經營一個 art space 就是你們之後如果 喜歡做科技 或做數位影像 然後想去 這裡住村的話 可以幫忙推進 因為他會open code 給國外藝術加進去 但他會希望說 你是有一種 社會實踐的 東西在裡面 而不只是 fine art 不只是純藝術的部分 所以 有 我先幫他打一下廣告 如果你們想去明達那 因為上一期的 美國做村藝術家 他其實是 進入所謂的 墳墓住宅區 就是明達那 在達報有一種特色 就是 你被破千的人 你沒有地方住 那你 會跟公墓一起住 那這樣一個美國 其實做村藝術家 他其實去 關心這樣一個議題 等一下我會講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問題 因為這是整個 打報現在的人 希望杜特地回來解決的問題之一 不只是原住民的問題 而是空間 空間治理的問題 那 在 英達 王英達 幫忙之下 我們認識了 原住民難民區這個部分 因為英達 桃園群眾服務協會 英達 我們才知道說 在 明達那有 很多原住民問題 這一定跟民族 明達那的 歷史要綁在一起談的 而且這個 收容區 我先把它稱為 那名區好了 有336個 那很多 像莉亞這樣 剛剛講的那個 藝術家 他會帶很多 國外的藝術家一起 進去所謂的收容所 一起工作 因為他們 會希望說 他們的藝術是 可以為明達那有做一些什麼事情 所以你的藝術不是在畫 你的藝術不是在博物館 你的藝術是在社區 而且這樣的社區 不是台灣定義以下的社區 不是說你是某某社區 而是說 我們直接面對就是難民區 我們直接面對是什麼區 墳墓的住宅區 什麼區 那你藝術家要怎麼採取行動 他們比較關心這個 他們比較關心這個 所以我們 呃 有去拜訪的 部落的領袖 就是這一位 是一個女性 然後大概也七八十歲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先逛了一下 所謂的這個收容區裡面 有什麼 有第一台電視 這個收容區很新 其實去年 這兩年才出現 因為 雖然說 破千的行為 一直從五六零年代 一直到今天就一直有 可是一直持續在破千 等一下我會講理由 然後今年都開始出現 第一個籃球場 就會有小朋友玩得很開心 然後出現第一個教室 然後我覺得這應該是科威特吧 donate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藝術家想辦法 讓小朋友一起參與說 他們希望部落的明天是展示的 這時候藝術家跟著小朋友 部落的小朋友一起做 這是部落的一個簡單的診所 所以他其實是在教堂旁邊 而且是在公務區 的一個山坡上 讓他們安居336個這樣的一個原住民 所以小朋友必須幫忙從事經濟活動 他們必須串竹子 然後想辦法賣住宿這樣 就是中間有NGO在幫忙 他們只要幫忙身材就可以了 然後這是唯一的兩間 呃 化妝室 336個人 但是只有兩三個 呃 廁所這樣子 然後 這是他們 被迫先來這邊 搭了一個簡單的 住宿的一個環境 然後底下可以養雞啊 或自己 自己煮一些東西 OK 這群 被稱為LUMAX的原住民 很 你如果 打爆 你如果搜尋LUMAX這個 新聞還蠻多的 因為一直有人被幹掉這樣子 這群人 不信基督教 不信天主教 不信穆斯林 這群人是信的是自己的人 犯領信仰 光是打爆附近 就有13個族 就有13個族 那剛剛我講 這些原住民主要是 有一個叫MALOPO族 就是其中一個比較大的族 這樣子 在50年代的時候 我剛剛有講說 菲律賓那時候 新的國家剛成立 你 明達娜的問題是 菲律賓 西班牙 那個美國 日本都無法處理的問題 所以他們想要用一個同化政策 就會把 中部的基督教徒跟 天主教徒 往南送 去 用人民 用人口的壓力去壓制 在地的 烏斯林跟LUMAX 所以 很多空間問題 在那時候剛開始產生 第一個 你越來越多 你可能用幾塊匹首林 就可以買到一塊地 當時候 因為政府就是要 強迫動員你搬到明達娜 就是 很像以前荷蘭之 殖民時期那樣子 那 你要進行同化效果 你就會把你的地價是壓到最低 然後讓大家都買不起 所以新的一批 五六零年代的人 佔有大部分 平原的土地 在明達娜 這些人 在山上原住民 當這些 當這些原本來到了菲律賓人 看到山上原來有礦場 他們就開始想動你的腦筋 就 開始要破千里面 對 那破千里面 然後開始 六七零年代第一波的破千就開始了 可是到七八零年代 然後 跨國企業公司 在這裡發現 居然有更多的一些礦產 必須 透過 IFF 跟當時候 Marcus 一起合作 所以他們 設立了民兵制度 就用民兵來驅趕 這是原住民 那 民兵這個詞 聽起來很棒 那其實就是地平流氓 所以現在 大部分山上的人 就是被民兵的 力量 給包圍 所以這些人 到現在還一直被破千 為什麼 336個人 會再出現在這個收容區 就是這樣子 而且是最新的一批 可是他們 藝術家覺得說 既然杜特地選上總統 他就必須要回來 處理這個物體 因為我們在了那時候 杜特地剛好回來十天 他 我們那時候還有 還遇到杜特地的幕僚 反正我們是在一間大學 他們就敗一個很大的一個火 這樣子 他們必須要解決 七月 原住民領袖被幹掉的事情 因為原住民領袖 必須要為這些路馬子來發送 可是他們在街上 就只有被幹掉 因為民兵就直接 直接開槍這樣子 那 藝術家覺得說 藝術到底可以做什麼 所以 他們在這樣的難民區裡面 其實跟相關人權協會去 引進法律啊 農業耕種技術 手作繪畫 錄製音樂影像 以及和部落人民 一起學習傳統舞蹈 他們想要促進 讓部落的藝術教育發生 而且 我認識的這群 這群獨立的藝術家 他們覺得說 他們堅信這群人 一定有一天會等到政府命令 民兵離開他們家裡 他們有一天一定可以回到家鄉 所以我在問他們 你們是在做文化保存嗎 他們說沒有文化保存這些事情 因為他們必須樂觀的去思考說 這群人有一天一定要回去 而且 回去的 你即使有了土地 那你怎麼活下去 警察民兵來騷擾你 你能不能有 武器的技術 你能不能有法律的技術 藝術教育把這些東西 放進去 也包括 藝術教育怎麼在教你種田 然後 基本的 那個米或 基本的種子 怎麼種 他們都把它放進那種 社區藝術的想像裡面 因為他們堅信說 報存 並不會發生 因為文化不會消失 他們 只是暫時被擴欠過來 可是不代表說他們 以後一定都會在這裡 所以 我在於 明達蠟給我最大的感觸是 我們是保存這個詞實在 在台灣是用太困 我們好像沒有一個 獲選的餘地 我們在思考一個死的文化 還有一個可能即將消失的文化 可是我們 人不能有些時候是 轉一下情緒去想 到底 如果我們必須樂觀去思考一件事情 不要怎麼去思考 OK 好 明達蠟講 好啦 東馬會講很快 因為東馬有點無聊 等一下 東馬講完我們 稍微做一個休息 東馬很無聊 事實上也沒錯 因為街道上就是這麼無聊 我們必須在那邊 呆石田 因為我們計程 計畫書就是這麼寫 到底呆石田 要幹嘛 除了看到一群台灣人 在那邊吃海鮮之外 因為太多台灣人 你這樣買的機票 你可以台灣到 台北直接到亞比阿 而且大家一定是要去跟海龜游泳阿 那我們剛好去一個觀光區這樣子 所以很苦 南中國海 其實飯店太多了 然後 最有名是水上清人 是大概1980年在蓋的 是一個很新的清真寺 我們就進入了 進入跟小朋友一起玩 來了來了 讀金之後 讀完古蘭金之後 最近小朋友就開始玩 然後 他們怎麼做一些打招 這樣子 這一趟用意 我們要拜訪的是 東馬來西亞的一個 社區 社群繁畫團體 叫Pengro Sula Pengro Sula 先給大家一個小檔案 其實 他們有八個成員 然後來自這幾個地方 最遠來到日本 因為有一個日本藝術家 想要加入他們 讓他們一直有機會 可以去沖繩 美軍基地 去做一些 用綁畫做一些行動 這樣子 所以也 有一個日本的一個成員在裡面 然後 Pengro Sula 其實在 蘭茂地區 其實 我剛剛有講說 這個地區的 野生動物 熱帶雨林 非常有名 那 政府 想要在這邊 這邊是 如果有馬來西亞的朋友 會知道這裡是 馬來西亞的聖山 神山 就是 Kinnabalu Kinnabalu 對不對 神山 那他們想要在神山這邊 挖一個水坝 因為他們 可以控制水園 沙巴州政府 想要這麼做 OK 可是 當地 如果說 如果以明达辣的案例 噢 破千一定又開始了 可是原住民 通常沒有機會發生 台灣原住民通常也是 所以 他們開始在 拉鬧地區 跟當地原住民 社群合作 開始思考說 以繁畫 木雕 手工藝結合 小型節青 跟原住民 一起來反應 拒絕沙巴州政府 想要在水上 蓋水坝的一些聲音 OK 既然有這樣念頭 但怎麼做 其實很難 因為 沙巴州政府 沙巴這邊你很難 找到 畫那種 美術籍 因為實在離首都 離西馬實在太遠 而且 運得太貴 而且大家都很窮的藝術家 沒有辦法 所以有沒有看到大家都用布 第一個 用布很好戴 第二個 用布是有政治數學 如果你要抗 抗議 大家都一定會用布 因為 你用紙 你一定會被淋濕 你會做什麼 那布是一個 你可以打油擊戰的方式 你到哪裡 就可以把你的布 弄上去 同時 他們一直在思考說 如果我們沙巴州都沒有綁畫機具 的話 那我們在想問 到底有什麼材料 然後他們就意識到 他們就在Youtube找 然後就發現 喔有香蕉了 對齁我們有香蕉 然後他們就開始從Youtube去找 欸香蕉絲的紙到底要怎麼做 然後他們真的有做出來 就很 就很開心的炫耀給我們看這樣子 所以 那既然沒有綁畫機具 因為綁畫機具 你必須要 如果你要做很大張 你必須要有混亂那一種 那 他們能提供 就只有木刻板嗎 因為就只有一個木板 一張 一個布還是一個什麼 一些幽默就可以 直接在現場上 直接現場跟民眾一起做 那 如何讓大家促進參與呢 就是他們會自己做搖滾樂 然後自己寫歌詞 然後讓民眾 那些部落的人 一起來跳 你還跳 你還喝酒 你還做什麼的時候 大家要開始跳舞 跳舞 然後你還跳舞 你腳也不用閒這樣 你就直接踏 踏在上面 等一下我會讓大家看一下 他們到底怎麼做 我有眼片 波羅洲的野生動物很多 你如果逛波羅洲的書店 呃 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 野生動物總保存人數 還有任何魚人數 所以 這是 他們的一個政治數學 如果政府想要蓋水吧的話 那些動物會不見 好 眼鏡頭 眼鏡頭 因為這種紙就太少了 所以他也想辦法 用很少的紙來做一些 好 OK 這就是他們 在部落裡面 會去張貼的一種 創作 例如說 我們要 禁止 停止 政府蓋水吧 然後 給我們乾淨的土壤 跟水源 我們是一個光榮社區 還是什麼 我們有自己的社區認同 他們的 緩化其實在 讓民眾一起 參與 構讀 他們可以幫忙應 他們 這些藝術家可以幫忙應 那民眾的聲音是什麼 他們就想辦法 反應在他們的 創作上面 第二個是 這八個藝術家 這張 布大概 從 這邊 一直到 到這邊 非常大 這八個藝術家 花了大概六個月一起完成 然後我就問 他們賣多少 大概 兩萬塊拍幣 就 就覺得 應該要把他 然後保留下 他們想辦法把 婆羅洲的所有的動物的肖像 弄上去 即使你在部落 你一個看不懂文字的人 看到這些圖案 也知道 你還表達什麼 對於生活在婆羅洲的人 他有一個很強的政治意味 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被破千 我們還看得到這些動物 對 對於準備 所以 即將要被破千的人住民來說 這些動物是 很重要的 生活夥伴 我們剛到亞比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寫了一封信給我 你們要不要來 山打根 就在另外一邊 在山打根 我們要拜個野生動物夜間藝術節 然後我就想 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就搜尋了一下 原來是晚上可以跟野生動物 在搜尋裡面 然後唱歌跳舞這樣子 然後一起做法畫 原來沙巴已經出現這樣的藝術節 是 跑給他追 就在想 你可以 你可以 跟眼鏡猴一起幹嘛 所以 是有這樣的藝術節 好 馬來西拉很有幫忙 翻譯一下 對啊 就是 想那個說起 嗯 大家知道蛇都是這樣排下去嗎 這些人在 諷刺大馬政府一件事 因為他們就離 大馬政府實在太遠 就隔了一個 隔了一個南中國海 他們 為所欲言這樣 他們就 你們這些政府的官員 就是一條 只能直指走的蛇 你又想去貪 貪別的東西 但是你又只能直接走 所以你都會出現說 大馬政府跟阿拉伯收取那種賄絡金 然後 韓國啊 或者說 之前選舉的問題 他們會在這個東西把它表現 大馬政府最近出現問題 他們都會表現在上面 所以 所以剛剛什麼意思 罵人家 罵人 罵人 罵他是 只能直走的蛇 所以你 你不知道怎麼問阿 你 你頭腦就是這麼笨嗎 就罵蛇 用蛇來 用蛇來代替那個 政府 雖然說 那個警察 最後還是有來找他們 但他還是討過 到處都在隱喻大馬政府 一些 例如說弊案阿 然後收取一些賄絡金 然後還是什麼什麼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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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想說 你們真的不會出問題嗎 還好你們在沙發 好香蕉絲出現了 嗯 我們就花了很多時間 跟他們討論香蕉絲 到底怎麼做 而且真的做出版話來 我今天嚇一跳 做出的質感還超好 就是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 版話 跟社區的關係 能不能創造是一種共同體 那既然大家 如果一起被破竊了 那我們的藝術 到底可以為原住民做些什麼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沙發期以前的認同 是跟菲律賓和明達那的在一起 可是 在經濟條件的 必須破千之下 他們必須跟西馬結合在一起 可是 當地人很多都是有菲律賓的 甚至是明達那的系統 而且早在1980年 那90年代 這邊的藝術家 其實就很緊密的一些關係在往來 這其實也是我們這一趟 去 東南 認識這些藝術家 我們所不知道的部分 在90年代的時候 有一些藝術家 將變成跨區的 藝術的雙年展 北區 就馬里亞那邊一區 中部 蘇屋一區 南部 有一個平台方式 同時 他們也在思考說 這邊的藝術家 能不能直接跟這邊的藝術家 或 蘇拉維西的藝術家 有一些交流 然後我們到 到 到 台灣要在這裡 然後我們知道原來這裡有一艘船 是可以直接 過來坐在衛星 所以他已經 跟我們台灣 在思考東南亞想像是不一樣 我們台灣 去東南亞一定經過首都 可是他們沒有 他們有自己的 考慮系統 而且他們有自己的對話系統 那也是 我們在東南亞 遇到比較有趣的事情 好 先看一下影片 然後我們稍作休息一下 不然大家快睡著了 我知道 那 先讓大家看一下 Pengro Sula 他們怎麼在做 小型的藝術籍 大家不是只有做白話 而是 他們會去收集部落的一些文字 唱腔 結合在他們的搖滾裡面 所以 他們通常 就是搖滾 表演 壁畫 反話 全部一起做 因為這樣 假如說你有部落的人 不想做反話 那不如就一起來跳舞吧 而且你跳舞 你就可以開始塌了 你就可以幫忙生產 畢書的藝術品這樣子 在東馬眾 遊集市的小節慶 很多很多很多 我每天都在follow他們 到底這群人 又跑去參加什麼集這樣子 而且都是限定就可以製造的 反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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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這個影片先到這裡 好像蠻有規模的 很有規模 嗯 好 這是他們宣傳影片 在部落他們也是用最簡單的方式 跟部落的農民一起來做反話 因為你用這種反話你一定會離開你的工作室 然後你一定會想辦法跟社區的人在一起工作這樣子 所以先教你怎麼用木板然後怎麼去刻那些的 他們的工作室幾乎不在自己的工作室裡面 因為他們要參加節慶跟部落的事情真的太多 在部落直接現行就可以 跟大家一起做 所以跟台灣在思考怎麼做社區藝術好像 有點不一樣就是 因為這些他們是不可能從這 不太有可能從政府這邊拿到自己 因為他們都一直在罵政府 所以他們必須 想辦法 用反話又可以賺錢 然後又 可以在部落裡面去生產一些經濟型的 他們沒有一個所謂的社區概念 地理的概念是很稀薄的 而且你還那麼大的地方你要怎麼去搞社區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你不如處理你沙發現在比較複雜的問題 那透過藝術的想像可以去做些什麼 OK 好 先這樣子上半場結束 等一下就去抽一眼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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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問題 五分鐘 直接 因為等一下印尼會講比較多 重頭戲是印尼 他們那個影片是在哪 因為你說部落 蛤 是直接在部落裡面 對 部落是我們想像中的 譬如說像台灣原住民一樣的部落 還是什麼 對 他們有些是接 有八個人有兩 通常有兩三個人就直接住在部落裡面 就直接跟部落 就當立原住民他們本身居住 對 因為你才有辦法去扎根啊 因為你必須要讓部落一直看到你 這跟我們台灣在進入社區是一樣 你必須讓社區的人一直看到你 對 而且 Riso本身 其中一個領導人 他本身就是Ranao那邊的人 所以他很多線 可以讓藝術家一直進去 可是因為他們因為政府 知道他們會一直干擾政策 所以政府一直要對他們說 你們要付多少Ringing這樣子 就很大的一筆錢 可是OK 那他們就覺得 OK我們付得起來啊 那 可是我們就 因為做出 我們可以有生產力的東西 因為我們都已經花那麼一大筆錢 所以我們不如做更多的事情 政府用什麼手段 政府用什麼兵戶是更大的要 因為你那邊是被 你限定為水豹保護區 然後你必須要通過政府的License 然後他們也是經過那個License 然後他們也是經過那個License 然後我們就以 合法程序來 但是我們 要在社區裡面做什麼 我們 可以做得更多 所以剛剛在影片看到那些人 就是他們穿的也看起來滿現代的 他們是當地人 還是他們是去參加 剛剛這個影片應該是 他們在各地的小 小藝術節去做尤其三 就是讓不同社群的人 一起來做政治版話的東西 對或外地人來 然後你說可以賺錢 就是他們會賣嗎 對啊就是用賣 或者說自己做音樂 怎麼樣孝心的發表會這樣子 然後他們會做手工藝品 就是部落的人 會提供手工藝品 大家一起賣 一起共生的概念 對 好 還有什麼 那我看起來很像是 不是外屏 可是他感覺上 很像在地的馬來的 還有一些像 是啊 他們其實很多 他有非力比 非力比 所以他們會穿現代衣服 是啊 或是因為他們不是原住的 幾乎都還是有穿現代衣服 很可惜 因為此天 而且我們要進去神山 才能到那個 Rana那個地區 所以 我們只是聽過 經過他們嘴巴去講 說那邊到底現在狀況是什麼 他那個拓印那個化妝 對 蛤 所以他剛才在外面 就有個拓印 對啊 然後那個黃黃紫 黃黃紫 黃黃紫是什麼 就是紫啊 嗯 也是那個什麼相較式 不是不是 那就是一般的很便宜的那種紫 政治訴求最重要 要用什麼紫器 是很方便的 他們剛剛那個 看他們印的板 在上面 是這些人 他就蠻整理的 呵呵呵 不是 好 休息 休息 5分鐘 可以嗎 好大 可以 謝謝 謝謝